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荣衣网络学院 本节课来继续的给大家讲解这一款短裤的推板方法 回到打扮一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推裤子 第一步,选择移动点工具 那我们先来推裤长 裤长总共的挡差是一公分 那裤长呢,我们是以挡身线和裤中线为坐标轴 那怎么来推呢,我们看一下 坐标轴X轴,也就是横坐标 那我们就横着推,以圆点往右就是正的 往左就是负的,往上是正的,往下是负的 所以推裤长呢,我们以挡身往上推,就是正的 选择移动点工具,先来推后片 那后片的,后浪的挡差是0.8 所以在数字方向,写上正的0.8,再点确定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颜色的这些线条 就是所对应的号行的线条 然后我们再来推下前片 前浪0.7 那前浪呢,是指前中这个点 少推一点,推一个0.7 侧面,那就要跟后片一样 所以推一个0.8 接着我们再来推脚口 那脚口呢,就用总共的挡差一公分 扣掉上面推好的0.8 所以还剩下0.2 那就把脚口往下推0.2 框选交扣点,然后在数字方向 那往下,所以是负的0.2 推好了之后,接着再来推维度 首先先看一下维度的挡差 腰围同围4公分 那这4公分是指整圈的维度 那我们在打板的时候呢,一般把人分成了4分 我们只打其中的2分 所以就占整个维度的1分 那挡差也推一半 所以就是2公分 2公分这边又分前后 所以前后各分 那就是前后各1公分 然后呢,我们在推的时候 就左右平均来分 后片左右平均 所以回到这里 总共1公分 那平均的话就是左右各0.5 选择移动点工具 那左边要加长0.5 所以就框选左边 然后写上负的0.5 那这样子的就加大了 再推右边的腰 那右边也要加大0.5 脚口、臀围 都跟着加大 整体的加大 推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推后片的腰审 那腰审 往上推了0.8 腰节往上推了0.8 这腰审呢 我们适当的不要推那么多 所以往上推一个0.3公分 让每一个码的审藏呢 加长一个0.5就可以了 接着再来推前片 那前片呢 同样的 我们看一下口袋 口袋的话 我们也每个码增长 增长一个0.5 所以在这边呢 带口往上推一个0.3 那带口它所对应的 我们看一下侧面这个刀口 13公分 那这个侧后片的刀口 跟前面的带口是对应的 所以侧面的带口 就要根据 前片的档叉来做 也往上推一个0.3 推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推它的维度 那维度同样的 左右平均来分 所以左右各分掉一个0.5 各推一个0.5 后片也往左推一个0.5 推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细节部分 首先先来看腰头 那腰头它到时候是要跟裤子的裤片拼合在一起的 裤子的腰头推了一公分 裤子 所以这个腰头也要推一公分 那就往右增加一公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一个刀口的位置 下面这个刀口它所对应的是后片的腰审 那我们测量一下后片的腰审 到腰审这一段每一个码增长了0.5 所以后片的刀口我们也要给它推一个0.5 那就往右增加一个0.5 再看一下前片 那前片同样的整个腰推了一公分 所以腰头也增加一公分 那往左增加 所以写上负的一公分 刀口也是对应前片的腰审 所以也往左推一个负的0.5 推好了之后再来推带布 那带布它是跟裤子的侧面的口袋是拼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直接测量一下口袋的长度 上面推了0.8 下面推了0.3 所以整个的挡差差不多就在一个0.5 那么刚才测量了 所以这边直接往上平移 推一个0.5公分 推好了之后再测量一下 看一下长度是否一致 那这样子的长度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再调整一下带布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带布有点变形了 所以选择增加放马点工具 增加一个放马点 然后再把这个放马点规则修改为0 那这样子的口袋就推好了 推好了之后再来推10样 那腰头的10样跟腰头的秤 那这边面部已经推好了 那秤跟10样跟面部的彩片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直接用片规则拷贝工具 拷贝过来 把后片的腰头拷贝过来 以及前片的腰头 都给它拷贝过来 拷贝好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刀口 那刀口这边推的方向有点错 所以我们再要重新给它调整一下 刀口推了0.5 所以往左推一个0.5 调整一下 调整好了之后 接着来推理部 理部我们也可以用复制工具 给它复制下来 复制好了之后 再检查一下挡擦 那挡擦一致 那这样子呢 这个板就推好了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